欢迎来到好莱坞周报 本周末有几部最新的电影要上映 包括了四邪五人组 陆海战舰 以及阿特米斯的奇幻历程 不过在介绍这新片之前 我们首先要来看看 影视的最新产业讯息 首先由于全美民众支持的 非衣评选运动 也让好莱坞的主流公司 也非常的支持 包括派拉蒙电影公司就宣布 在今年的六月 让观众在线上免费收看 电影《竹梦大道》 是描述金恩博士争取黑人民权的故事 另外呢 华纳电影公司同样也宣布 让观众在六月份 在线上免费收看电影 不完美的正义 是描述美国司法制度 存在的种族不公益的问题 而迪士尼电影公司 也宣布捐出500万美金 给这些非盈利团体 来支持平权运动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原本在今年五月要举办的 坎城影展被迫取消 不过坎城影展的主席宣布 原本入选参展的56部电影 像是魏斯安德森的新片 法兰西快报 吉普利工作室的动画电影 阿牙与魔女 还有失速列车2 还是能够挂上坎城影展 参展片的头衔 作为日后宣传或发片使用 美国的AFI影展 推出了一个AFI纪录片影展 原本是在华盛顿DC举办 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 改为线上来举办 包括了有许多关于 讨论社会公益的纪录片 不可能的任务期 也预计在9月时候 在海外复工拍摄 但是阿汤哥也非常的豪气 宣布要出钱 在英国牛津拍摄地 盖座防疫的坑桩 让剧主们能够安心地 在这里拍片 卡斯除了有阿汤哥之外 还有雷贝卡佛格森 凡尼莎科比 塞门佩吉等英国影星 而这次的复工 将一次拍上下两集 预计将在2021年 2022年的11月上映 美国的环球影城 跟迪士尼乐园也宣布 将在6月跟7月 重新来开园 而除了他们之外 由美国诗门电影公司 投资位在中国珠海的 诗门娱乐天地主题乐园 也将在6月24号重新开放 最后环球电影公司 积极地打造暗黑宇宙 也请来了好莱坞的男神 莱恩葛斯林 来饰演恐怖的狼人 到底这个新版的狼人 会不会在恐怖的气息当中 带着帅气 赶快来看看本周的新片 首先这部片也是搭上 最近这个飞翼平权运动的 这一股浪潮 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 美国黑人导演 史派克里 他所指导的电影 是讲述飞翼士兵 在越战时期的故事 曾经经历过越战的四位 飞翼美国退伍军人 再度相聚 一起计划重返越南 他们不仅想寻找战王班长的遗体 还有当年埋藏起来的宝藏 这四位老兵在回到越南后 遭遇了新的难题 因为在雷区寻找黄金 已经是危机重重 还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这趟越南行勾起的不仅仅是回忆 他们还要面对战争 留下来的心理创伤 世邪五人组 以黑人士兵的人生经历 作为故事主轴 描写如何为一个歧视着 他们的政府而战斗 另外电影还穿插着抗议活动 以及政治公开演说的 真实纪录片段 以军事戏剧的形式 重新检视这段近代史 世邪五人组的男主角 就饰演过漫威电影 黑豹的影星 Chadwick Boseman 他在片中饰演这位战王的班长 而 Chadwick Boseman 最近公布了一张照片 眼尖的影迷会发现 他的身形销瘦很多 纷纷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不过后来证实 他是胃习而减重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过度担心 接下来的这部片 也是一部战争片 而是由我们的好莱坞的明星 汤姆·汉克斯所主演 我们都知道 他之前感染了新冠肺炎 而且康复了 所以这部片也是他在病遇之后的第一部大片 他在电影当中不仅担任编剧 而且还饰演二战时期美军驱逐舰的舰长 1942年二战中期 德国发动狼群战术 用深藏于水下的U型潜艇 来攻击盟军的物资商船 而由Tom Hanks所饰演的 挥猎犬号驱逐舰指挥官 在毫无空军支援掩护下 带领数量不多的驱逐舰 护送37艘武武装的商船 穿越大西洋抵达英格兰 名作家CS弗瑞斯特 在1955年创作了军事小说 《截除牧羊人》 在数十年之后 Tom Hanks以此为原型 编写了《怒害战舰》的剧本 小说书名的牧羊人 指的就是驱逐舰 而羊群就是那些武武装的商船 索尼影业原本排定 《怒害战舰》于5月8日 在戏院上映 但是受到了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被迫撤挡 没想到Apple TV Plus 砸下了7000万美元 向Sony买下本片 并直接跳过运线 在Apple TV Plus上映 观众在电视上 也能感受到海战的精彩刺激 接下来的这部电影 《阿特米斯的奇幻历程》 则是改编至全球畅销同名小说 它在全球卖了2500万册 是一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 一起观看的科幻冒险片 所以喜欢魔法的观众 一定不要错过 12岁的天才儿童阿特米斯 出生在犯罪世家 他在管家的帮助下 寻找神秘失踪的父亲 阿特米斯在寻找爸爸的过程中 发现一个深藏在地下的 古老文明世界 并拥有令人惊喜的先进科技 于是阿特米斯 弥定了一个危险的计划 要跟强劲的精灵 打一场斗智斗勇的惊险战争 这部电影里的许多人物 和其他电影很相似 像是阿特米斯和管家的 黑色西装打扮 还有他们的武器 和电影MIB 《行级战警》的造型很像 另外阿特米斯来到地下世界 遇上一位像貌酷似电影 哈利·波特里的海格巨人 最后甚至电影中还有貌似小精灵的怪物 另外剧中饰演阿特米斯的男童星 弗迪亚·沙 可是剧组从1200位面世的童星中 精心挑选出来的 他聪明幽默的气质 简直就是阿特米斯的化身 相信经由他的诠释 将会让阿特米斯奇幻历险 成为一部成功的系列电影 那现在也正式进入到 暑假大片上档的日期 我们好莱坞周报 也会持续为大家做最新的报道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好莱坞周报 我们下次再见